各位同學早 歡迎今天來上課 延續我們上個禮拜跟上講快教 那我們今天進入MIDI的課程 請看一下黑板各位同學 有幾個名詞可能跟各位解釋一下 請看這個名詞 大概在數位音樂的內容產製這個工業裡面 我們大概需要了解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ASIO 它的原文是Audio String Input and Output i是Input,o是Output 在數位內容產製的這個過程裡面 輸出Input跟輸入Output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顧名思義 這個軟體是用來控制所有聲音的輸出跟輸入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驅動程式 等一下我們在MIDI的使用上 會用到這個驅動程式 第二個名詞是MIDI MIDI stands for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音樂、樂器、數位、介面 也就是說溝通電腦跟介面之間的一個工具 我們叫做MIDI 所以它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所以一個概念MIDI它不會發出聲音 它不會產生音頻 MIDI不會發出聲音 它不會產生音頻 MIDI控制的是一種訊號 也就是說 它控制發出聲音的大小的訊號 沒有聲音 大小的訊號 長短的訊號 表情的訊號 所以很多人會誤以為 像老師前面這個工具 這個是什麼 大部分的人會講鋼琴跟鍵盤 OK 這兩個答案都對 但是也都不對 OK 它不是鋼琴 雖然它長得像鋼琴 OK 原因是它不會發出聲音 它本身不會發出聲音 那為什麼它不會發出聲音 因為它沒有音源跟發聲體 大部分你們看到的數位鍵盤 本身都內進音源跟發聲體 那這種我們叫做控制鍵盤 Controller keyboard 那其實它就是MIDI的一種 MIDI有很多種 這個是長得像鋼琴 也有長得像小提琴 數位提琴 也有長得像大提琴 數位大提琴 也有像那個黑管的吹奏樂器 數位黑管 也有那個像爵士鼓的那個工具 像數位的爵士鼓 我們叫電腦鼓 這些都是MIDI 它們的功能是什麼 把你需要的訊號 傳給電腦的發聲體 那電腦會依據你彈奏的輕 重 長 短 大 小 快 慢 去幹嘛 去控制聲音的音色 好 那這樣子的過程 我們就叫做MIDI OK 那MIDI是一個國際協定 是由IMA這個機構所制定的一個協定 那為什麼需要這樣一個協定 在早期所有做MIDI的人 每一個人有一種規格 Yamaha一個規格 Rolen一個規格 Kawai一個規格 到最後 Sony一個規格 到最後是大家都不相容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電腦的規格 目前市場上大概兩種 就是蘋果電腦跟PC電腦 大家就這兩種 可是電腦的規格 那MIDI是為了要符合所有的電腦都能夠相容 所以這些公司就坐下來談 談判之後發展一個共同協定 也就是說 它的數據規格所用的那個程式內容 我們用同樣的語言去撰寫 那所以同一台MIDI 像老師這台MIDI 我帶到全世界去接任何一種電腦 只要有灌它的驅動程式 一、第二把ASIO灌上去 那電腦跟我的MIDI就會做溝通 OK 這是MIDI部分的知識 那另外這邊有幾個項目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在做數位的影像跟聲音的時候 大概你會遇到這幾個重要的規格 一個是數位影像的規格 那在我們Miscraft裡面 它會使用兩種影像規格 一個是AVI Stand for Audio Video Interlabeled 不是International Interlabeled Audio Video Interlabeled 所以你會看到Audio聲音嘛 Video影像 它可以同時把聲音跟影像的什麼東西 的數據記錄下來 那就叫AVI OK 另外一種是WMV WMV是給Windows系統用的 它是Windows Media Video Windows介面下的多媒體 但是它的問題是WMV如果放到蘋果電腦裡面 會不會 可以讀 當然不讀 OK 當然不讀 它只給Windows介面用的 那這兩個 它的影像size AVI是大家通用的語言 不管你是Windows 或者是iOS 它都讀 可是它的優點是 它的影像size比較大 所以它比較清晰 缺點是什麼 你的電腦效能 如果同時要使用影像 又同時使用聲音的話 它會佔太多的佔存記憶體 所以呢 我們會把它降檔成WMV 那WMV的size就比較小 所以 快一點 我們後面應該開個後面 來 所以WMV的size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在做數位聲音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那麼好的影像解析度 我們需要的主要的 配樂過程裡面最主要的需要的是time code 這是它的時間 所以它如果能夠紀錄時間 我又能夠把影像配上去 把聲音放上去 那是最好的狀況下 所以將來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你會把你的影像從AVI 轉檔成WMV 來做聲音的配樂 那第三個是聲音的部分 你現在紀錄聲音大概有這三種東西 第一個只記錄聲音的是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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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叫做Compact Disc OK 那另外一個是同時記錄聲音也記錄影像 叫做VCD VCD就是Video Compact Disc 很容易理解對不對 CD、VCD 另外一個是現在大家都用的DVD Digital、Video、Disc 這三種格式除了Compact Disc 不記錄影像以外 VCD跟DVD它都記錄影像 那所以請看一下右邊喔 我們有講過聲音的單位 所以我們叫做赫茲HZ HZ 這是我們聲音的單位 那K就是1000的意思 所以44.1K赫茲 這是CD紀錄聲音的音頻標準 用的位元數是16位元 bit是位元的單位 就是電腦數位位元的單位bit 所以大概你必須要區分一下 CD的標準格是44.1KHZ 16bit VCD是44.1K赫茲 然後24bit DVD來記一下喔 DVD用的是48KHZ 24bit 好這是這幾種數位的單位 所以你在選擇 當你的成品做好之後 你要選擇輸出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設定這些東西 否則你沒有辦法讓它的成品優良 那聲音的格式在你要做音樂之前 你就必須要把它設定好 那在我們的鏡面裡面有這些選項 OK 最後一個介紹是影格數FPS 這個大船的學生應該都會很熟 FPS影格數 那VCD跟DVD的影格數都是29.97 都是29.97的影格數 這是大概今天你需要知道的基本的常識喔 所以當我們在電腦軟體裡面 你製作前 好來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設定MIDI的方法 第一個 MIDI大概分成幾種 第一種是你會看到這樣子的接頭 圓形的接頭 然後上面有五個小插孔 這是最原始的MIDI的接頭 那從你們的表情裡面我大概可以了解 你們應該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如果帶了這個MIDI的接頭 要來插進去我的電腦 應該是不可能 因為電腦都用什麼接頭 USB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認識的應該是這一個 好這個USB接頭對不對 這是大家都認識的對不對 這是USB 你們的手機有沒有 手機的那個充電線 這邊也是USB 來請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USB 這個也是USB 什麼時候用這樣的接頭 這是你不常見的USB 隨身硬碟 1TB的隨身硬碟有沒有 3.5吋的2.5吋的隨身硬碟 用的是這個USB OK 再來Android系統用的那個小頭 也是USB 然後iOS系統用的那個大頭 或現在改的那個小頭 也是USB 還有一個USB你們也常看到 但是不知道它長什麼 有沒有看過這個五角形這個 什麼時候看到這個 你的電腦周邊系統哪一個東西用這個 印表機有沒有 印表機的這個插頭 這也是USB 但是大概市場上現在USB大概五種 大概五種的USB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USB 對了 這個USB也是那個我們Digital Video Camera在用的 數位攝影機或數位相機 要連接到那個電腦上面的USB接頭 好來 那這個是我們連接的格式 傳統我們用的MIDI接頭 要進電腦沒辦法進 因為它沒有USB接頭 所以它需要什麼東西 需要一個轉接介面 需要一個轉接介面 把MIDI的訊號先 轉成那個數位訊號 再進電腦 現在大概99%都是用這樣的USB接面 那請看老師的電腦螢幕 當你驅動程式 就是灌進去電腦之後 在這之前請不要把你的MIDI接到電腦上 我們如果第一次設定的話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程式灌好 灌到這個地步它會請你說 把它連接到電腦上面去 這時候它就產生一連串的自動設定 所以我們把USB接到電腦的插槽 然後把這邊接到我們的MIDI 所以這時候各位同學 請問一下我的MIDI有沒有電源線 老師從剛才來問一下有沒有講到電源線 MIDI只要吃USB的電源就夠了 所以它不需要電源線 所以如電腦的畫面現在你看到 它歡迎你去把這個樂器找出來 好你就下一步下一步 你的電腦快跟慢了 好現在找到了 那老師這個keyboard叫做 Roland A49 所以它就會去找它 這時候它完成 好那我們的電腦就找到新硬體 而且已經可以安裝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在installation 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出現關閉的訊號 就把它關掉 這時候恭喜各位 我們的MIDI就已經裝上去了 所以裝好到現在 我們軟體都還不開 萬不易你如果再裝軟體 裝硬體之前你的軟體已經打開 這時候請把軟體關掉再重開一次 好來 所有 所有的電腦程式 你在第一次做設定的時候 如果你之前設定過 那它會留著 那如果從來你沒有設定過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來設定我們的驅動程式 這是老師所說的ASIO 好來 那我們選到我們的ASIO for all 按確定 這時候我只要彈奏我的電腦的keyboard 那事實上聲音就會出來 那音源從哪裡來 音源從這個地方來 請看第一個channel 老師現在用的是MIDI channel 好 這是MIDI channel 這是Audio channel 再看一遍 這是MIDI channel 它有鋼琴在前面 這是Audio channel 它是揚聲器 好來 你在MIDI channel裡面 會有一個小鍵盤 請按下去 這是Miscraft它內建的樂器 那它會有25個種類的樂器在左邊 25個種類 不是25樣樂器 是25個種類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Miscraft裡面所內含的聲音樂器 基本上Miscraft裡面所有的樂器 它由兩種發聲體來取樣 第一種是由真實的聲音取樣 比如說它有小提琴 然後經過電腦取樣 去取樣它的真實的音源 那第二種呢 是用那個Synthesizer 也是數位合成器發出的聲音 那Synthesizer的聲音來自於音波的製造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使用的圓形坡 方形坡 三角坡 三種坡型 去製造出來的聲音 所以裡面的音源 大概會有這兩種主要的種類 所以我們打開我們的樂器總表之後 會發現 從第一個開始叫做Acoustic Phrase 這個叫做銅管 什麼叫銅管 也就是由銅發出的聲音 也就是我們在樂器家族裡面所介紹的 四個銅管家族 小號、Trumpet OK 像這個 像小號一下 現在注意看一下 我們來做MIDI的示範一下 MIDI的控制鍵盤 老師說它可以有音量的大 小 長 短 表情 來請注意看我的小號 注意聽我的小號的尾音 如果你看過小號演奏 有沒有發現小號手在吹完之後 手會做這個動作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動作在幹嘛 它會讓它的聲音不會是直接這樣子吹 它會讓它聲音柔化 所以我們MIDI在取樣小號的音源的時候 它也把這個取進去了 所以它也做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單純只按它的聲音 好 這是只有吹 好 那我們做有表情 它擬真還擬得還蠻好的 這是它做音源取樣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銅管樂器的第二樣 我們要介紹的是長號傳蹦 好 這是那個長號的聲音 那最低音的銅管樂器 我們介紹的是Tuba 你常常會聽到這樣子吹 好 在低音的這個聲音 好 這是我們的Tuba 那它是用來做什麼 做我們的更音伴奏用的 好 這是三個銅管樂器 最後一個銅管樂器要介紹的是 叫做French Holm 法國號 這是彼得與狼的片段 那這是法國號 所以這幾個樂器在銅管裡面 它會代表各種不同的音色 跟你要表現的方式 可是你會發現 除了老師介紹這四種樂器以外 這邊還有很多選項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它把所有的銅管 都合在一起 它叫breach section 1 然後它有三組 OK 好 所以它會方便你的演奏者 可以把所有的銅管一起演奏 所以它會有很多section 或者是這是French Holm 的 ensemble 就是所有的法國 用法國號不同音高的法國號 組成的合奏團 所以它有很多的這些樂器 甚至在爵士樂裡面 用的消音的小喇叭 正常的小喇叭是這個聲音 這個是消音的小喇叭 也就是說它把小喇的吹嘴 塞一個東西進去 讓它的聲音變成有一點點奇怪 那在爵士樂裡面 常常用這樣的聲音 這是銅管的介紹 第二個介紹的樂器家族 是吉他的家族 那吉他大概分幾種演奏方法 或者是它的弦的構造 最標準的吉他是這種古典吉他 在爵士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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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愛的Romance 只要學吉他的人 大概都會學這個樂器 對不對 學這個樂曲 那另外一種是 我們用的民謠吉他 那民謠吉他就有分 比如說尼龍弦 這是尼龍弦的吉他 那吉他呢 會有一種紙板滑動的聲音 像這個 那在傳統我們在判別說 這個音源是從真實的樂器 還是從MIDI大概從這個紙板的聲音 聽得到 當吉他要從一個音 滑到另外一個音的時候 會有這個聲音 紙板的聲音 那這是吉他的部分 那當然下面還有很多的吉他的聲音 比如說 這個是曼陀琳 這也是吉他 那這叫曼陀琳 那這是吉他樂器家族 所以等一下你們去做實作的時候 你可以去聽聽看每一個樂器家族裡面 每一個樂器的聲音 那探索你的素材庫裡面的樂器的聲響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樂趣 那下一個介紹就是立體聲的鋼琴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 比如說第二個 這是標準的鋼琴的聲音 那鋼琴有很多種變化 比如說 這個叫Fail piano 那這個是我們叫做小鐘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把鋼琴的聲音加以柔化 那用什麼東西 用左邊這個圖示會告訴你 這是用合成樂器去模擬出來的鋼琴聲音 那還會有這些 比如說電鋼琴 那電鋼琴跟真實鋼琴差多少 這是真實鋼琴 那這是電鋼琴 這些都是鋼琴類的不同的音源 那也有這種像這樣子的鋼琴 由那個電子合成樂器做出來的 OK 這是ET的那個音樂 有沒有 這是科幻片 如果你有看來自猩猩的你 那我們大概可以用這樣的聲音 來 那這是 你看它的聲音的尾部 它讓它延長 鋼琴的聲音再加一點點電子合成 那這些都是我們鋼琴家族裡面 你可以使用的音源 就有這麼多 來介紹低音的樂器 Bass Bass顧名詩音 我們就是用來在音樂裡面做蹭底用的 比如說 波弦的Bass 好這是波弦的Bass 那比如說 用那個吉他的Pick去波的 電吉他的 電Bass OK 像這樣的電Bass 用Pick去波的 所以這一類都是所有的Bass 來 下一個我們叫做鐘 用同座的鐘 那大概有幾種使用這樣子的東西 全都是Bells 來這是墨西哥的那個貝爾 墨西哥的兩個聲音 發出兩個聲音的那個牛鱗 我們叫做阿哥哥鱗 好這是阿哥哥鱗 那也有很好聽的聲音像這個 好這個叫做Cellsta OK 好很夢幻的聲音喔 那也有像這樣的聲音 很像那個教堂的鐘有沒有 好 那也有這種很高音的高音木錦 高音鐵琴喔 高音鐵琴喔 叫做Groken Spells 高音鐵琴 高音鐵琴 OK 像這種高音鐵琴 那也有像音樂盒喔 那也有像音樂盒喔 好像音樂盒的聲音 那最後還有一個介紹的是 風鈴 好這是風鈴的聲音 它全都在Fail這樣的選項裡面 再來介紹的是 鼓類 那鼓類呢 有很多的組合喔 比如說這是 腳踢鼓 結束鼓裡面的腳踢鼓 這是HIGH HAT OK 那這是Tone Tone 好這是Floatone 落地鼓 OK 好 那如果把整組的 爵士鼓都組合起來 我們就叫做KIT KIT 好 所以比如說這是用 吾曲使用的爵士鼓 好 所以你的鋼琴的鍵盤裡面 每一個鍵盤它會代表一個聲音 好 每一個鍵盤它會給你一個聲音 所以你可以使用鍵盤去打 打一個爵士鼓的節奏 OK 好像這樣子喔 那有很多種的鼓組 那最標準的 這是最標準的爵士鼓的鼓組 好 這是小鼓 好 這是HIGH HAT 好 比如說像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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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用MIDI鍵盤 你就可以演奏一個爵士鼓 那這是MIDI的世界裡面 很有趣的部分就是 你可以使用它去模擬 各種你想要模擬的樂器喔 包括比如說像這樣子的樂器 長笛 好 那現在是摩笛的片段 OK 那我們讓它給我們高音的長笛 好 好 這是莫札特歌劇裡面的摩笛 OK 那也有流行音樂常用的那個叫做Pen Fruit 好 有一點印第安的感覺有沒有 好 有一點印第安的感覺有沒有 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屬於Delay的 那也有 你們在國小 吹過的目的喔 像這樣的樂器 全都在我們的Delay裡面 好 來 在另外介紹兩樣電子合成樂器 一種叫做Lead 一種叫做Ped 一種叫做Ped 你會看到LED 跟那個PAD 來我找一下它的畫面 好嘞 所謂的LED就是在Synthesizer電子合成器裡面 我用它來做旋律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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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都是LED 依據你不同的需求 另外一種是Ped 是我們來做秤底的 這就很適合心靈捕手這樣的配樂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種類裡面有很多的Ped 所以你也可以去尋找這些東西 最後呢 電子合成器也可以取讓人的聲音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好 模仿一個人聲的聲音 也可以模仿一個合唱團的聲音 好 這是模仿人聲的部分喔 好 最後一個老師要介紹的是 在我們的音源庫裡面的音效庫 來這一個喔 如果今天老師表現得很好 那就會有很多鼓掌 好在綜藝裡面常常用 綜藝節目裡面常常用對不對 那或者是今天外面的天氣真好 雖然有一點霧霧的 但是有一點朦朧美 然後我們就聽到這樣的聲音 好想出去外面交遊 OK 鳥叫聲 那也有這種泡泡 OK 然後撞車 OK 那早上引擎發不動 終於發動了對不對 引擎聲 狗叫聲 那爆炸 然後也會有直升機來了 噴射機 OK好 然後還會有像這樣的聲音 我看一下 比如說甩門 好 閃門的聲音 好 然後 電話聲 好 電話聲 好 閃電 OK 然後 好 水滴 OK 好 所以你去尋找一下 這裡有很多的素材 可以讓你去 遊遊在數位音樂的世界裡面 那這些MIDI的音樂的音源呢 目的是要幹嘛 其實要完成你不可能的夢想 在這25種類所有的樂器 如果你需要每一種樂器都要請它來錄音的話 那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錢跟很多的時間 那這些是軟體公司幫你預錄好了 讓你去做創作用的 那再來我們的MIDI課程裡面 就會使用這些的音源去創造你需要的聲音 好嘞 我們休息五分鐘以下 等一下我們來做MIDI的那個操作 好嘞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課程 那接下來的課程我們就要來做實作 那怎麼做實作呢 來介紹三種音樂類型 現在做音樂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版制音樂 那第二種叫做版權樂 版權音樂 第三種叫做創作 什麼叫做版權樂 也就是接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的音樂 那哪些音樂接受著著作權法保護 請問貝多芬的快樂頌有沒有受著作權法保護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那請問 德布希的月光有沒有受著作權法保護 那請問你們常常聽到的卡農 posh bell的卡農 就是我的野蠻女友裡面所用的那個卡農 有沒有受著作權法保護 有沒有受著作權法保護 那朱傑倫的道香有沒有受著作權法保護 有 那誰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好 著作權法的歸項是這樣子 在1950年之前的音樂 如果你沒有實際上去申請到著作權 貝多芬不會有著作權 德布希不會有著作權 因為在他們那個年代 只有印製權 就是我把我的樂譜寫好 我交給我的廠商 但是我對於那個音樂我受不到版稅 但是1950年之後 這些音樂就開始有版稅的問題了 所謂的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東西 就是一旦你公開演出複製使用 公開演出複製使用 你就必須要付費 所以舉個例子 如果你拍了一個影像 那你覺得這個影像跟張璇的音樂很合 你就抓了愛你進來 這樣你有沒有違反著作權 有 所以方法是什麼 當你遇到版權音樂的時候 當你要使用它怎麼辦 那你就要徵求著作人的同意去使用它 公開使用、販售、演出、複製 這個過程就是取得授權 那我們這堂課裡面不去談版權音樂 版權音樂原則上就是 你知道歌手是哪一個唱片公司 或是哪一個作曲家協會 你要使用一次 那你就付一次的版權費 那如果你要使用很多次 那它有多次的版權費 那如果你需要量很大 你需要用到一萬首歌、兩萬首歌 它會有一萬首或兩萬首的bundle 好去做那一個 那我們這堂課裡面會做版制音樂跟創作 什麼叫版制音樂 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 我們做的基礎編曲的1跟2 它就叫版制音樂 那考各位一個問題 請問版制音樂的著作權屬於誰 1. Misscraft的公司 2. 音源庫裡面製造素材的人 3. 你自己 請問一下版制音樂的著作權是誰的 版制音樂的著作權屬於在座各位 你們上個禮拜 不管你如何拼貼 當你拼貼完之後 那個著作權是你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會使用這樣子的東西 版制音樂 另外一個是全創作 也就是說從音樂的開始到結束 都是你的發想 包括所有的樂器 不管你是用MIDI演奏或真人樂器演奏 你將它錄製下來 創作下來 寫下來 那個就是你的 那是你的完整的著作權 也就是當別人要使用它 那你就必須要去付那個版權費 所以有這樣的區別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從我們的版制音樂跳進來進入創作 那創作之前我們先做模仿 那給各位聽一個 九令菜一令的日不落 那我們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我們大概有連續三個禮拜的MIDI課程 那我們要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一個音樂工程裡面的音樂是怎麼做進來的 它會有大概幾個部分 我們會從MIDI把聲音鍵進來 那我們也可以從素材庫把裡面的音樂放進來 那你去組合成一個你想要完成的樂曲 OK 主歌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是主歌 那什麼是副歌 所以從頭有沒有同學注意聽到 請問一下主跟副歌反覆了幾次 幾次 來答案有一次 反覆一次 兩次 三次 來舉手一下 反覆一次的舉手 一次 反覆兩次的舉手 多了一點 反覆三次的舉手 三次 OK 來答案是反覆三次 那第一次跟第二次 我們現在講一下 延續一下上次的上課 這要曲式有沒有 所以主歌我們叫A段對不對 副歌叫B段 所以它是AB 然後它反覆的第一次 中間沒有加建奏 也沒有加過門 直接又進來主歌加副歌 AB然後加AB 然後第二次反覆反之後 它做了一段建奏 建奏完之後又加了AB又一次 那最後副歌又唱了一次 所以它是AB加AB加建奏 然後再加AB 然後再加副歌的B 最後加尾奏 它的曲式完整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模仿 仿製的是它的副歌 那它的歌譜在黑粉上面 來我們來唱一下音樂課吧 來跟老師唱一下那個旋律 mi so so mi 跟我來啦 再一次 mi so so m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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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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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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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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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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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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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那裏 我們應該要開一個KDP的課 再一次喔 那現在我們一句一句來 mi so so m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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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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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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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很長的氣喔 1 2 3 4 1 2 ok 再一次後半段 1 2 mi so so m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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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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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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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來換你 1 2 1 2 Good Perfect 請看一下黑板 來我問一下 剛才你在唱的過程裡面看上面的無限譜的舉手 好 來看下面的簡譜的舉手 大部分 ok 那看這邊的奇怪的譜的舉手 沒人 為什麼會寫這個奇怪的譜 來不管3 7 2 C 你們先跟我唱一遍 D G G 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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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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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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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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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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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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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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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電腦鍵盤變成鋼琴鍵盤 來請看老師的電腦畫面 所以當你打開MIDI軌道 然後打開電腦鍵盤演奏 這個叫做MTK技術 這是Miscraft裡面發展出來的一個電腦鍵盤演奏技術 也就是你的電腦鍵盤裡面的A A就是五線譜的Doremi發收的Do S呢Re D呢Mi 依次是Fa So La C Do 所以你只要用你的滑鼠就可以演奏完整的音階像這樣 Good Perfect 有沒有 這是電腦鍵盤 那除了白鍵也有黑鍵 用你的滑鼠 另外用你的手指頭也可以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電腦鍵盤轉變成什麼 MIDI鍵盤 所以請看老師在黑板上面寫的那些奇怪的英文字母 請看喔 我現在照著我的電腦鍵盤上的字母把這些音打出來 D G G G D 有沒有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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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下 然後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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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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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好來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錄音喔 所以等一下同學要去把這些錄下來 那請看錄音的方式 所有不管你在做MIDI錄音 或者是在做Audio的錄音 都要在你的音軌的前面先按準備鍵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可能同時只錄一軌 但是我也有可能同時錄十軌 所以我要告訴電腦我同時要錄幾軌 像我錄第一軌 第二件事情請去混音的選項 打開節拍器 也就是錄的時候它會有節拍器 你才會有依準 不然你錄出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呢打開錄音倒數 大部分我們如果一進來就開始 如果導演跟你說開始那就馬上錄 你會緊張 所以我們會給兩個小節八拍的預備拍 做預備錄音用 那結果會是像這樣子 第三件事情 請去速度再做一遍 這邊有一個120VPM 有沒有 這是每一分鐘有120bit 120拍 這個速度會有點快 所以各位等一下你錄音的時候 老師建議你們調到70 那如果你覺得還是太快 你可以調回60 還是太快可以調到最慢是40 那很抱歉不能再調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調到70 按確定 當你要開始錄音的時候 請按錄音鍵 方法1 你也可以按你鍵盤上的 英文字母Rrecording 按英文字母Rrecording 它就會錄音 請看喔 我們現在先示範 節拍器加錄音 倒數 1 2 5 6 7 8 再一次喔 1 2 3 4 5 6 7 開始錄 有沒有 每一個小節會有四拍 1 2 3 4 1 2 3 4 當你錄完就按空白鍵 好 那你錄的東西就會在這上面 那如你所見現在沒有東西 來我現在把 黑板上的副歌老師把它錄上去 5 5 5 4 4 5 6 5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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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這是剛才的音喔 那請看 那當你錄下來之後 來再做一遍喔 去你錄下來的這個音軌 上面按兩下 下面你看到這些藍藍的 這是我們錄下來的聲音 那現在注意看喔 我把它放大 你按的每一條 每一個音都在這上面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黑線有沒有 黑線就是每一拍的拍頭 那注意看老師錄的 我就是每一個拍幾乎都在拍頭之前有沒有 老師錄的是每一個都在拍頭之前 因為我們平常演奏習慣呢 會在你聽到拍子之前 先預測它會出來 這是我的習慣 那有些人的習慣 他會每一次都在他的之後錄 就是聽到節拍器 我才要錄 那我會預測他要 都出來之前先錄 那這時候呢 我會做一個功能 叫做對拍 好 那這邊有三個選項 滑鼠 鉛筆 鉛筆 橡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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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我會選滑鼠 然後把所有聲音選起來 然後現在我把它放大給各位看 請注意看齁 看這個地方 我是是都比拍頭還要早 比拍頭早 那我就按對拍 那剛才老師彈的最快的音符 最小的音符叫做十六分音符 那我就按對拍 十六分音符 請看齁 OK 好他就自動幫我對齊了 沒有看清楚沒關係 好來回到上一個動作 這是沒有對拍前 這是對拍後 他會把我每一個拍子都對他拍頭去 OK 好演奏一遍 有沒有很怪有沒有 第二次是對的有沒有 好來 那對拍之後的結果 常常會出現這樣齁 你不見得會完美 就是他對的東西 我本來彈的還比這個好一點 好你們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喔 那我現在解決的方法是 我的後半段 從第四小節開始 這些是對的齁 所以請看齁 有一個懶人做法 也就是我把我前半段的東西 先消掉 這裡有一個音沒消到 然後我現在把我後半段 這些都是對的對不對 好所以從這個地方 到這裡 老師把它選下來 複製 我們在音樂製作上面 如果你 前面是對的 你就把它複製下來齁 然後我們從第一小節 第三拍 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剛才沒有選到 複製 把他貼上去 不聽話 不聽話 喔這裡沒有 老師搞錯了 從這裡開始 再一遍了 這是幫你把這些地方複製 把前半段 貼上 好這是我們的前半段 拉一下他的位置 OK 來播放 慢的速度錄完之後 我可以讓他回到我要的速度 120 120 OK 那這個音呢 我們是 SO MI 請注意看老師做的動作 我只要把這個音 OK抓下來就好了 所以當你做了任何的錯誤 你都可以這樣子做修正 OK 所以我們就把MITIGATE做好了 然後下個禮拜來之前 除了下個禮拜上課呢 我們除了把這個做完以外 我們還可以把素材庫的東西拿上來拼貼 我現在去找一個風格音樂曲風 它叫做 ABCDisco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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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酒令這是舞曲 然後我找到一個 舞曲的風格 HouseDiscoDance 來請看喔 我把這兩樣東西合起來 就會變成日不落 的一部分 的一部分 齁 ABCDiscoDance 這一個 這個 好 specifically 我這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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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下禮拜開始,我們一步一步 我們複製,把這一段副歌把它複製完成 包括節奏,然後再來我們會有它下面的小樂器 然後還會有它的和聲 請問一下今天課程到這裡有沒有疑問? 有沒有疑問?